現在加到2580D的操作與保養 首先要先把電源關掉 保持在它關機狀態下 左邊是收廢料的膠膜管 固定一定要保持一個膠膜管 膠膜管的話 一定要保持甲板跟直管的密合 整個是密合的 然後 收料馬達這裡有兩支插銷 一定要穿到甲板裡面的兩孔 四個甲板都可以共用 沒有分出哪一個 放進去之後 旋轉大概切齊 膠膜管 然後把蝴蝶螺母鎖上 右邊是裝新的膠膜 加蝴蝶螺母拆下 取出兩個甲板 再拿出新的膠膜 一邊放一個拍到密 甲板跟直管一樣不能有縫隙 看到密 然後放進去 膠膜連螺母鎖緊 然後將膠膜放鬆之後 注意看 機器的右邊跟左邊各有兩支杆子 膠膜是在杆子的外側 那一點 在機器的上模具上面 那兩支細小的杆子 它是放在上面的 不要放到底下 穿的時候 手不要放到太裡面 推進去之後 左邊一樣兩支杆子 一樣是在外面 然後從底下繞上去 新的膠膜 它本身有一個膠帶 再把它黏上去 如果過年沒關係 再用我們自己的膠帶把它黏上去 黏好之後 再來 注意一下 機器的右手邊 膠膜是否有放到膠膜感應器裡面 一定要放到這個膠膜感應器裡面 不用刻意去對準那個黑點 它自己會去抓 這是膠膜的穿法 然後真的要是不懂的話 沒關係 在機器的上方 有一個膠膜穿引爐 只要跟著紅色線走 就可以了